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条件说呢 我们来看看今天在立法院也立刻引发讨论的 我们请记者华安晴来掌握目前最新的情况 各位观众早安 但起来关心目前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这对民进党在台南县长的选情 这个部分就出现了重大的变数 原本呢陈水扁是支持陈唐商来选这个台南县长的 不过呢现在传出呢他支持这个叶宜金 为什么呢因为支持叶宜金来选县长之后呢 陈水扁就希望能够地補这个空缺 来补选这个台南县的立委 我们听听看叶宜金的说法 可以讲一下确实有所谓的条件说的一个说法吗 对于台南县长的选举呢 我现在是完全放空自己 对于港中央的作为我没有意见 就是这样 有跟总统见面 我有去见阿扁总统 他有帮我加油就是这样 他有说要交换交吗 其他没有 我们刚听到呢叶宜金呢 针对敏感话题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回避 不过他特别提到说他有见过陈总统 而且他特别提到说陈水扁还给他鼓励 希望他能够好好来选台南县长 但是呢是否这个陈水扁要继续来地補这个空缺 来选立委 叶宜金并没有多谈 以上的立法院最近状况 现在把现场交给棚内主播 他这种桂楼 这种桂楼 我都没有了 我都没有了 然后再深入 那种桂楼